说说Snowbee的行情 虽然公价77500很合理 而且它不限量 但是在实际的市场中 第三代超霸Snowbee Omega肯定会控制它的供应数量的 来保持超霸Snowbee 有一定的稀有程度跟价值 在目前的情况下 第三代超霸Snowbee 只能接受这个预定 而且现在它的预定量是非常的大的 专柜上面是没有货的 来打开这个盒子看一下 这个盒子还挺有仪式感的 先看它配件 说明书 Omega说明书 然后有它的一些配件 插表布啊 怎么之类的 有个信封 我就不打开了 这里有它的三张宝卡 三张宝卡的一些功能 在海马300那期视频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大家想知道它各自有什么功能 可以去翻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宝卡 5月31号 今天5月31号了 全新妹使用 这个主要的盒子拿出来 这个大盒放旁边 来打开它的盒子 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呢 印有这个 Omega超霸跟Snowbee的卡通形象 并配有这个 14秒你能做什么的这个字样 来致敬这个阿波罗13号 必须在关键窗口器 将这个引擎 精准的点火 14秒的历史事件 盒子的正面 这边有这个魔术贴的这个壁章 主体是这个Snowbee 还有这个Omega的一个图案 周围的文字是阿波罗13号 还有这个Snowbee的这个奖的英文字母 还有这个呢 木子星虫的字样 黄色这里 然后呢 打开内盒啊 这里是 就看到它手表了 把它拿出来先 小心谨慎啊 这个是全新的表 这个有个小的放大镜 这个枕头是个放大镜来的 全新的表也是包了全膜的 Omega Snowbee 这次Omega超霸系列第三代Snowbee 从历史延续 到这个特资性能 早已经被各路的媒体啊表友们的 这些评测过很多很多次的 但是呢 这里啊 我也要 跟大家来 顺便的说一下 因为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 想必大部分的表友呢 都知道啊 美国国家航圈局 NASA NASA 的吉祥物呢 就是这个Snowbee NASA的宇航员呢 在出任务前呢 都会磨一下Snowbee的鼻子 希望呢能够得到好运的 作为NASA宇航局的吉祥物啊 在这个68年以来呢 凡是对人类太空飞行任务 取得成功啊 做出这个杰出贡献的人呢 还有团体啊 都可以获得这个 Snowbee奖 在1970年 Omega呢 凭借对航空事业的 伟大贡献啊 融化了NASA班部的Snowbee奖 2020年是阿波罗13号的50周年 为了致敬这一个伟大的时刻啊 也是为了纪念阿波罗13号任务50周年 Omega推出这个超班系列 Snowbee奖50周年的纪念款 这款玩表呢 将动效设计跟精湛的 制表工艺啊 巧妙的结合起来 也引领了Omega超班系列的玩表 进入全新的玩表设计高度 这个Snowbee啊 42毫米的金刚表盒啊 采用这个不对称的设计啊 它的灵感呢 是来自第四代的超把啊 就是1969年远航园啊 首次登上月球所佩戴的超把啊 那个来作为灵感的啊 外观呢 比较经典 打磨啊 整体啊 很流畅 玩表呢 配备了这个蓝色的尼龙针织表带啊 真蓝色的尼龙针织表带 跟整体的这个色调搭配啊 非常的和谐 这表带上面呢 是有这个白色的缝线啊 跟这个银盘啊 相互的呼应啊 它背面呢 是黑色的啊 印有呢 这个阿波罗13号任务的啊 轨道示意图啊 这个有个轨道示意图啊 但是这里贴的吗 我不知道他们看得到啊 到时候我再拍一些图 给大家看一下 跟这个蓝色的养货号陶瓷测表圈啊 跟这个蓝色的小表盘啊 来呼应 独特的深海蓝色养货号的陶瓷表圈 是这支表啊 是这支超霸 史诺比的亮点之一 这个表盘啊 是白银来制作的啊 上面刻有这个 AG925的标志啊 超可爱的 史诺比 首次用这个银字啊 来浮雕史诺比勋章 跟这个50周年的啊 字样啊 呈现在这个9点钟的蓝色小表盘啊 蓝白色的这个配色啊 轻轻活泼 却不识这个优雅 与纳莎颁布的 无处一辙 蓝色PVD 立体石标搭配是经典的超霸 月球表的风格指针 关于表盘的配色啊 表圈的这个蓝啊 更偏向那种 它在大部分的时候 都表现出一种低调的蓝黑色 然后你在光线充足的场所直视它啊 才会发现这个蓝啊 的发色非常的正点啊 灰度呢 就不高 亮度也不低 除了陶瓷外圈独特质感 带来的色泽变化以外啊 这就是巧妙的色彩把控啊 更是这个重中之重 细微的观察一下表带啊 小表盘跟这个石标 各处的蓝色啊 跟这个表圈啊 都是有些偏差的啊 所以在统一色系下 对不同部分进行精准的明暗调整啊 所得来的这种色差啊 这种效果 这种设计有效的平衡 并综合了整支表的色调 再配合这个哑光质感的银质盘面 使得这支表在强调卡通元素活泼 随性的特质的同时啊 最大限度的保留了月球表的理性 跟专业的高级感 Snooby最大创新呢 在这个表背的这个动态设计 这个表背 动态设计啊 表背的地球呢 会随着这个九点钟位置啊 这个走时的秒针啊 同步来转动的 每分钟转一周 然后这个Snooby呢 坐在这个黑白漫画描绘的这个指挥舱里面啊 具有魔力的指针啊 引领他要着月球来航行 当这个时针秒针开始运转的时候啊 Snooby呢 就像阿波罗十三号上面的宇航员一样 从月球的背面啊 月球的背面 缓缓的开出来啊 开始围绕这个月球背面呢 展开一个探索的旅程 Snooby要跃飞行啊 不仅增加了这个晚表复杂的功能 也增加这个晚表的观赏性 还跟阿波罗十三号的真实历史相呼应的 让人称绝啊 手表背面这个月球表面啊 采用独特的微结构金属喷度技术处理啊 逼针的呈现透明的蓝宝石背面之上 地球圆盘跟手表的这个小秒针啊是同步的 每分钟自转一圈呢 象征着精准的地球运行啊 而Snooby呢 就要着这个月球来飞行的 那就是经典的 Eyes on the sky 仰望星空啊 倦克在这个表背的这个黑暗宇宙之中 手表的背部呢 采用Omega独有的Nighter Lock的技术啊 确保所有倦克的文字啊 始终保持在正确的位置上面 其中包括Omega融化 Snooby讲的日期1970年10月5日啊 跟阿波罗十三号的啊 成功与失败啊 这个任务执行的日期啊 1970年的4月份 总结一下 第一个 手表使用这个蓝色陶瓷表圈啊 陶瓷表圈填充这个法郎的刻度啊 第二点 手表使用这个银字旁边 在旁边9点钟位置的蓝色小秒环上面 有Snooby的图案啊 并写着这个50周年的纪念英文 第三点 手表背面有一个可以活动的Snooby飞船 Snooby飞船的设计啊 跟这个即时功能呢 是联动的 当即时启动的时候啊 背面的Snooby呢都飞船 就跟那个即时秒针一样 要着手表的背面去运动的 当飞船到达这个月球的部分的时候呢 它会被月球来挡住啊 就在月球下面继续运动的啊 直到它飞出这个月球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滑动的Snooby飞船呢 是靠一根几乎透明的指针来带动的 所以可以要着手表背部来运动 第四点 手表背部的月球啊 是跟手表9点钟的小秒钟也是联动的 背面的地球呢 是一直在转动 这款手表搭载的是 Omega3861手动上链即时机型 这款机型呢是超霸啊 经典的1861手动即时机型的升级版本 这款机型历时四年的研发 Omega在保持1861机型尺寸 普遍的情况下呢 加入了更多的零件 而且将机型呢 加入这个同轴群众系统啊 很出名的Omega的同轴群众系统 并且升级为这个 自尊天文台的标准METAS标准 手表具备15000钢式的这个防止性能啊 每天的走势精准度啊可以到达这个0到5秒 正误差 动能储存50个小时 说说Snowby的行情 虽然工价G7500很合理啊 而且呢它不限量 但是在实际的市场中啊 第三代超霸Snowby Omega肯定会控制它的供应数量的啊 来保持超霸Snowby 有一定的稀有程度跟价值 在目前的情况下呢 第三代超霸Snowby啊 只能接受这个预定 而且现在它的预定量呢是非常的大的 专柜上面是没有过的 换句话说 这支表呢只能定专柜没有货的 但是比较好的就是啊 你可以去定啊 定了之后呢不用配货 不像老律师那样子啊 我手楼上呢 这个是全新被使用的啊 16出头呢 我就给到表友啊 有兴趣的表友呢 你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找到我啊 在这支Snowby背面无垠的星骸里面啊 选择一行字 Eyes on the stars 我将它呢翻译成啊 木子星虫 脚踏实地 木子星虫 这不单单是对我当前心境的最好描述 仔细想一下 也是人类自从这个刀跟火纵 到这个未来的星辰大海里面去啊 千万年啊探索出来的进取精神的最好总结 人类自若接